好 我來處理一個這樣的一個問題 來說明為什麼答案是這樣的一個討論方式 這個是一個類似的問題 跟我們的Kairo Equation很類似的一個問題在這邊 我們來解看看 首先我把左右兩邊同時對x為分 左邊對x為分 右半邊也對x為分 好 每一項都要對x為分 這個y'就是y的 y'的導數 y'的導數就是y'的-1次方 y'的-1次方 這寫高一點好了 -1次方 y'導數就是y'的-1次方 這個每一項都要對x為分 然後我來討論一下這個第一項的微分會是多少 這兩個函數相成的微分的問題 一個微前面的一個微後面的 x對x為分乘上y' y'再加上x乘上y'的微分 然後後面這一項呢 後面這一項我也想一下怎麼為它 我要透過以函數為分法則來為它 好 我把那個y'的-1次方 先對y'來為分 好 然後再把y'拿來對x為分 好 所以第一項對y'為分的話 變成-1回到前面來 好 原來的次方在-1 y'的次方在-1 y'它有次方 原來是-1次方 -1在-1 好 後面要乘上y'對x的微分 對了 是這樣子 好 然後我把這個x對x的微分 好 問一下它是多少 它是1嘛 好 那左半邊的這個y對x的微分 它就是y' 所以我可以把右半邊的第一項 拿來跟左半邊的這一項抵消掉 好 對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的這個左半邊是0 好 左半邊是0 右半邊的第一項只有留下x乘上y'對x的微分 好 右半邊的第二項它會 右半邊是y'的-2次方 乘上y'對x的微分 好 這兩項都有y'對x的微分 我就把y'對x的微分 提出來了 好 我把y'對x的微分 提到外面來 剩下的部分是x 減掉y'的-2次方 這樣子 好 等於0 又半邊是0 好 我現在是兩部分相乘為0的問題 那我就必須要考慮這兩個可能 就是第一部分等0 第二部分等0的可能 好 它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y'對x的微分是0 好 第二個可能是x-y'的-2次方是0 好 那我們就想想看什麼樣的y'微分會是0呢 好 很顯然的一定是y'是常數 好 這個常數我用c的代號了 常數c 好 因為我已經知道y'是c的話 我就可以借著原來的方程是找到沒有微分的y的 因為左邊是沒有微分的y 而y'我已經知道了 所以從這邊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通解為 利用我原來題目的寫法寫成y'是 y'是代成常數c cx 加上c分之1 好 這個稱之為通解 沒有問題的通解 好 那我還有一部分的答案 是所謂的奇異解 我剛剛有在這邊討論到 只是我這邊沒有辦法繼續往下化解 我利用這個方式來化解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也可以算出y'是多少x 所以我可以借著這個算出來的y' 再帶回去之後 找到所謂的漸進線的解 這座奇異解 我把那部分的討論放到左半邊來 好 我們在剛剛的這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還有一個沒有討論的 6 我們剛剛討論的 x減掉y'的-2次方這個是0 從這個地方你可以算出y'是多少的意思 好 那個改寫成x是等於y'的平方分之1 好 再交叉編導一下 意思是y'的平方等於x分之1 好 空間留下來給我 好 現在開根號一下 開根號y'就是等於正負的根號x分之1 這個算出來的y' 你再把它丟到原來的題目裡面來 就是你把y'換成正負根號x分之1的話 就可以算出沒有微分的y了 好 帶回原式 好 帶回原來方程式 那沒有微分的y就可以寫成 x 乘上y'嗎 y'代成正的或負的根號x分之1 好 另外一下的話也是 1除以y' y'代成正負根號x分之1 好 所以這個的話就變成正負的根號x 好 然後加減 好 這個再編導一次 就變成正負根號x 好 兩個正負根號x相加 就是正負根號2x 好 這是我的奇異節 我找到了 有一個叫通解 有一個叫奇異節 好 那如果你去畫圖的話 就會發現說這個圖 這個奇異節的圖 剛好是那個通解圖的那個漸進線的地方 這個畫圖需要花一些時間 然後就令西式正負1、正負2、正負3、正負4 畫一些線出來 畫完之後 你會發現說 大概是類似這樣的圖 我畫一個大概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x帶領的時候y是0 看一下 x 我印象中應該是這樣的 看一下 確定一下 好 對了 這個沒有錯 這個是我這個地方的圖 正的話是上面的 我印象中是這樣的一個圖 我印象中是這樣的一個圖 我大概看一下 我印象中是這樣的一個圖 漸進線 漸進線 漸進線就是他的奇異節 他是類似這樣的一個圖 你那個c 給他做變化的話 會有類似這樣的一個圖出來 看來 這個可能是 c等於c1 我不知道c1是多少 c等於c2 c等於c3 畫出一些直線 這是一個直線方程式 畫出來直線方程式之後 你會找到一個漸進線 那個漸進線就是他的奇異節 上面這個線就是y等於正的2根號x1 底下這條線就是y等於負的2根號x1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請參考